如果说我今天是交点新闻,那我因为我知道是break content,不过你会发现break content好像不止一个 这个break content,他外面这个break content这个 你把它点两下,我的习惯是Ctrl-C,Ctrl-F是寻找 那你会发现他会出现总共二十几个 然后第1个是,不过好像他这边也会往下找 会找到一些是注解的,所以如果说你要避开注解,我的习惯是干脆前后再加双引号 找到的数量呢,那就一定是DIV里面总共,这个网页里面总共有几个,刚好八个 意思就是说他在break content他用了八个 所以第1个就是我们交点新闻,那第2个的话呢,其实应该指的就是即时成器 所以如果说我要找第2个的话,那你就是把它改成fine all好了 然后fine all的index呢 就是用0是交点新闻嘛,1的话就是第2个 对,然后其实好像程式改这样就可以了 我刚刚有试改看看 就是你fine的话有没有 DIV总共会找到有八个 那我们就可以用fine all fine all的话意思就全部找 fine的话只会找一个 差别在这里,如果你刚好在第1个你用fine 或者是只有一个你用fine 像底下这个 H3里面只会有一个a,所以我用fine 不会有第2个,你就不用fine all了 fine all反而浪费时间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这个sp里面找过来有8个嘛,0到7 所以呢,如果我要找 第第几个 第1个是,所以这边有中瓜糊嘛 第0个就交点新闻 第1个的话呢 那就是下面即时人器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所以基本上 可以配合这一招 我刚刚讲这个,这招还蛮管用的 因为我不管用 Python卡也好 或用那个VBA卡也好 如果没有这么好用的工具 真的 就 很麻烦的 因为反正你看得到嘛,你就照着 主要你看得懂啦,你就可以把对应的词字写出来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交点新闻是0嘛 这个是1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什么 抱他们大腿就对了 最有 老板命的星座 哇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那个 记者也要取对标题啊 这很想把它点下去 请猜猜看 哪一个 星座是最有老板命的啊 不过重点我们不在这里啊 不过大家很想点下去,我们看一下 到底哪一个星座呢 会落入它的圈套呢 就看完之后原来是一个广告 是不是 是不是 人生胜利主 第三名是摩羯 第2名是狮子 第1名是天蝎 OK OK 所以 有准吗 OK 反正参考就对啦 有的时候其实仅供参考 虽然浪费我们时间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资讯太发达又有一个缺点 变成说你很容易被影响 你要能够专心都不容易啊 OK 我们重点回来 OK 所以刚刚是这个区块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1 其他都不敢 因为其他城市都一样 执行看看会是及时人气 OK 有没有发现 第1个是不是 没错 老板的命 OK 所以第1名的话是天蝎座 老板 所以 如果你身边是天蝎座的话 你可能 对他好一点 他会不会 哪一天提拔你一下 OK 其他的话应该OK啦 最后一个是什么 读家什么 超扯什么 这个这个 幼儿园 是不是最后一个 没错 就是这个 所以理论上 就类似的概念 反正 这个地方又跟刚刚不一样 刚刚就有class OK 比较简单 那如果没有class 你可能就是要 一层一层的拨 OK 那再来的话 再来第4个范例 我们就是Google 因为Google这个每天在用 如果说我今天 不要在这边输入 我假设我要在Python里面输入 我就写一个程式 比如说我今天只是要收集 Python里面的所有东西 当然我可以跑一个 回圈 或者是说我有一个字词 关键字 当然我这边 把它写出来了 这边已经写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关键字 我想要 知道一下 哪一个关键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一个关键字 跟我有点关系的 比如说输入吴老师 这个关键字的话呢 前面几个会不会 有我呢 OK如果有的话 表示这个连结的话 很容易找到我 我之前有 上课第1周有讲 如果你要找我很简单 请Google关键 会不会也是第1个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他一样去 抓那个 其实印象中应该是抓Chrome OK 然后呢 第1个就是我的 我的部落格 吴老师部落格 第2个也是我的部落格 第3个也是我的YouTube频道 第4个的话呢 是 跟我没关系的 但是他也是开 这些课程 OK 不过这个老师蛮妙的 他买很多广告之前 所以他一直往上冲 还好没有冲过头 还是冲到我下面 OK 没有了 不过我说 我没有 很多人问我说 我怎么可以 排在第1个 是不是有买广告啦 付钱 其实跟各位讲 完全没有 OK 相对的吧 反正你想得到的方法 就是不要作弊 就对了 因为我 我知道一定不能作弊 因为我曾经作弊 结果后来 本来有排上去的 后来那个连结从此消失了 因为Google他会知道说 你这个是在冲流量 而且你是自己在做 从后来他 很讨厌作弊啦 所以他列入黑名单 那个网址在 IP位置在 不会在清单被找到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其实你要能够排在前面很简单嘛 反正第1个 人家点了之后会停留很久 第2个 会再来 第3个 会把连结转给别人 分享嘛 对不对 诸如此类的啦 反正这个他会有一个 演算法 然后计算说你的排名 如果你的排名 一直都在前面的话 当然一样 OK 其他的话 还有这些 底下 这个也是 这个论台也是我架的 我用那个NARS架的 架了很久 不过都没有 最近都比较没有更新 当然其他的话 你也可以再查一下 比如我要查什么关键字 那我可以打上去 比如说什么 VBA 之类的 VBA教学 OK 然后呢 我如果希望 input 所以这边有一个input 请输入关键字 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一样就丢给 什么呢 Google 特别注意 丢给Google后面 他有一个 这个URL的 这个网络参数 他的参数呢 名称就是社区 问号后面的话呢 就是给他的参数名称叫 Q等于 这边 这边主要 Q等于 更正一下 社区是 他的某一支网络程式的名称 叫社区 只是说他后面没有什么 点 JSP 或者什么的 他副档名 把它隐藏掉 后面的话问号就执行 就是传递某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Q等于什么 Q等于我们丢的这个东西 然后他会怎么去查询 Enter过的时候的话 如果我要看一下 VBA教学 里面 第一个不是我的 不过有没有我的呢 这边有 吴老师教学部落格 所以显然我就把它被挤到下面一点 所以我应该再更努力一点 回去要加油 其实我跟各位讲 真的如果你要排到前面真的很认真 常常要笔根 回去要一直在写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每天写 就一直爬上去 但是最近大概有 快要一整年都没有写 OK 所以 就变成说没有 东西 所以人家慢慢就不太来了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那你Google 你这边可以自己打一个 不见得是 刚刚的那个 也许打一个VBA 你可以发现 他主要 后面 到这里就OK了 后面这些参数 其实你可以不用管他 他好像会加一些有的没的 不过主要是这一个 但是我要怎么样 把里面的这些东西 把它怎么样 Gate回来 所以请各位一样 再花一点时间 先观察一下 检查一下 里面有什么东西 看一下 H3 又是H3 然后里面的话呢 又DIV 但是他在上面 OK 这里有个 这个 HREF 有没有Class 没有Class Class在哪里 他的上一层 所以 这个你会发现他每一个 每一个好像结构都是一个DIV 所以DIV里面的HREF 那我要怎么刚刚好 可以把我要的资料抓回来 这个部分先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就是 再来第四个范例 就是 把Google到的结果 帮我列表 在Python里面 要怎么做 所以你Google完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观察一下 他的结构 如果你可以理出一个头绪 就是以后你看到 检查之后右边的那个 标签名称 跟他的那个属性名称 你都可以 把他理出一套规则 那基本上 你只要 看到的东西 以后要抓下来 放到资料库里面 变成报表 就不是什么问题 甚至存档 我们这个都教 资料库啦 存档啦 等等的其实都教过 今天主要是针对 从网路上包资料 OK 不过后面其实还可以 自动化执行 时间到自动执行 其实 我在云端上也有讲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如果他自动化执行的话 可以看一下云端 后面延伸性真的非常大 只是说 我们 先把最重要跟各位做说明 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 如何针对那个Google到的结果 帮我把 Google到的结果 帮我列个表 不过这一题还有一个地方没写到 就是 下一页 因为我们只有针对第一页嘛 OK 如果你要针对什么 下一页也能够把 比如说我要前十页的话 前三页就好了 我们现在只有第一页 那如果你要第二页 第三页第四页怎么办 这个可能要想一点办法 如果你这些都可以办得到的话 那以后根本不用重复做了 你也不用操作 浏览器 也就是说 以前你可能要在浏览器上面 输入一些东西 用滑鼠键盘的 现在都不用 也就是全部都可以 用诚实来代劳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没有工作 因为你会发现 很多人每天的工作 基本上他就在操作浏览器 的东西 OK 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但如果那些事情都是重复的话 OK那是不是说 就可以把它变成用Python写出一个 截取网页的这个动作 最后的话甚至可以 丢到资料库啦 甚至做出 视觉化报表之类的东西 这样的话我想 应该可以省掉很多的人力跟时间 OK 所以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试一下 Google列表 再把它显示出来 想想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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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